民洋國際工廠大火29號事發8天 父親班長依舊失聯 家屬天天到門口守候 期待快快找到人 就在前一天 縣長舉辦同期法會 家屬神情哀妻 民洋現存員工也前往祈福 由於父親班長還沒找到 他的太太當天帶著兩名年幼子女 向廠區喊話 我們都在等你 出來吃中秋烤肉 快點信聲 讓人鼻酸 建管民洋工廠雜物已經不斷清出 但父親班長還是找不到 主要因為爆炸當時 大型機具壓太深 必須先清理障礙物 人員才能進去搜尋 所以多耗費時間 但縣府承諾會把人找到為止 要來好好的把最後這一位員工 很辛苦很辛苦的 父親班長來找到 所以大家真的都是義無反顧 中秋節 父親班長太太 從早就開始守候 欣欣念念的就是 丈夫快快回家 一家人可以團圓 記者當初 王書宏 評論報導 晚安 他一定不知道